11月,从四川甘孜、甘肃甘南等涉藏州县赴北京接受治疗的先心病化儿近日顺利完成手术即将出院 12月4日,记者来到北京天坛医院探访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化儿 11月23日,23位来自涉藏州县的先心病化儿 在童馨共驻中国新基金资助及北京医疗机构联媒推动下 被安排赴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其中5名被安排至北京天坛医院 8岁男孩姜云丹珠11月25日进行的手术 术后在CCU治疗了6天 姐姐得惜拥挫告诉记者 因为CCU不能探视 医护人员就通过视频连线让她和弟弟聊天 如今转回普通病房的姜云丹珠已恢复良好 之前的话就是有尿管嘛,就有点不方便 然后这脖子上也有那种输液的管子 所以说有点不方便 但后来慢慢慢慢恢复了 然后就把管子都拔了 它就更方便一点 然后现在剩下的却就只有那个伤口恢复了 就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可以开始下地走了 看着它恢复了就有一点欣慰嘛 所以也相信能够慢慢好起来 曾说来到医院有点害怕的11岁小姑娘 高容拥机也已在11月底完成手术 记者见到她时正忙着给网购的芭比娃娃装电池 几天的生活让她慢慢熟悉这里 现在已经不再害怕 如今她满心期待着出院那天到天安门广场拍照 据此次主导医生 天台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徐东介绍 花儿们都已经完成治愈性手术 最早下周一可出院 以后不需再服用药物 但这几个孩子我们都是治愈性的 就是说这一辈子这个病就好了 百分之百的好了 不用再吃任何的药 但是可能这几个孩子 你像那个有肺感染的孩子 还有那个蛋猪 那个孩子 他可能咳痰咳的不好 可能再吃个三五天 那口服的消炎药就够了 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吃了 据悉 同心共住中国心 是中央统战部指导的大型公益活动 此行来北京的23名花儿 均10日前同心共住中国心 基因组织的公益医疗队 赴涉藏周县筛查出的先心命花儿 其中20名已顺利完成手术 15名已出院